词曲 李宗盛 总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里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几笔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全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变的约定 没什么走 随便 这就是你口口声声告诉我 不会隐瞒我的事实是吗 不是 哥 你听我说啊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住口 不是这样 韩元斌 你要是不想这样 你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 你要是不想这样 就不会让我的弟弟死得不明不白 韩元斌啊 韩元斌 你害得我们一家人家破人亡 我弟弟跟你可是最好的朋友 你的心 怎么就那么狠 我今天就要当中 撞你臭老的嘴脸 你们大家快来看 这个衣冠勤胜 我父亲韩德常 得罪了仇家 仇家找人追杀韩元斌 恰好这个时候 我弟弟也跟他在一起 因此收到了牵连 结果就像照片上这样 仇家的人开车撞了上去 走成了严重的车祸 韩元斌自己倒是逃了出来 而我可怜无辜的弟弟 却撤回人亡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 你们韩家在事后 还利用我死去弟弟的身份 念人耳目 买通警察 将警察办案的资料和照片 偷偷摆了下来 将死者的身份 伪造成韩元斌 你骗过仇家 你骗过仇家 还告诉我 是我弟弟下了我不明 害得我苦苦寻找 我们作为家人 你连他的尸体在哪儿都不知道 你们韩家送信闭光 你一定会遭遭报应他 无耻 看 看你听我说 韩元斌 你给我站住 林小姐 林小姐 我一定会报仇的 林小姐 你 수 韩大翔竟然还做过 这么愚蠢的事情 这样一来 所谓的强强联手 反而给我创造机会 干得很好 孙总的吩咐 我定当全力以赴 那份资料 我当初调查韩德昌的时候 都没有拿到 那个女人 她是怎么拿到的 我当过陆震震经纪人 那些所谓收集资料的人 我都认识 你在马可爱那边 在这儿做事的时候 我就听说了 你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很好 孙总 有些急事 孙总 那您先跑 我先出去了 什么急事 郭宇回国了 谁 你怎么回来了 郭宇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说安排好了 让她消失吗 对不起 孙总 这事都怪我 是我没处理啊 给我盯紧点 别让她满足的乱跑 是 我这就去办 你也看胜利在望 别在好上之前 行 快点 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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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坐 快点 你们在乎处摇开 今天的 下哥 韩元斌 你太令我失望了 从头到尾你一直都在骗我 对 我的确不能被原谅 这也是一直以来 在我心中最大的隐瞳 韩元斌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不愿意相信你是这样的人 可我看到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合作伙伴 我的朋友 是你这种人 我知道 我是真的错了 可是当时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 会发展成这样 我也真的没有刻意地想隐瞒你 你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非常在乎你呀 可爱 爸 你们两个 不会是因为林州的事在吵架吧 看来是了 马总 我认为你大可不必再为这件事情纠结 林州她再闹也是无稽于事 警方已经认定了不是我们的责任 就算我们有责任 也最多是事后见死不救 真正的凶手是黑社会 不是我们韩家 谢谢大家 叔叔 你说的这些话我不敢口通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并不是有什么警方所谓的证据 就可以逃避责任的 逃避责任 马总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韩家就应该去主动 承认这个罪名 是这样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真的这么做 会给JR的形象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沙哥 这样一来 我们苦心经营的关系 我们的努力都付出了 韩元斌 你怎么到现在 还是一点回忆都没有 是 我承认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特别想跟你把这场戏 好好演下去 可我看到林州 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根本做不到 我的良心绝对不允许 我突破这样的底线 快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情 感谢您的证据 我们 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意外吗 不意外 我知道你跟宋天明是死对的 不过 你想利用我去压制那个老狐狸 根本不可能 在我出国之前 他已经拿走了我的所有的证据 我帮不了你 很多时候 话不用说得这么糟 只要是人就会有用 霍宇 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算了吧 我不干 好不容易回国的 我再不想招惹那个老狐狸 你以为你不招惹就没事了吧 郭总 夏哥说得没错呀 你看你现在回国了 不管是做什么呢 还是不做什么 宋总和赵都不会放 但是如果你跟夏哥合作 起码还可以捞到一笔钱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很简单 空手套白了 来了来了 马总 跟我说一下 马总 请问慈善晚宴上 那位小姐说的话是真的吗 你那位婚夫真的做过那些事情 为什么 我们有查过泰国的相关新闻 韩元宾在泰国的确宣布死亡 您对此有什么解释吗 那位小姐那天出现在 你们的订婚发布会上 当时她手里捧的一项 是她的弟弟吗 我很惭愧 也很抱歉地告诉大家 那位林小姐说的话 都是真的 当时由于韩家仇家的原因 所以牵连到了无辜的人 甚至导致了他人死亡 而韩家作为责任方 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 反而做出了更错误的选择 而我本人 在第一时间也没有选择 相信林小姐 对于这件事情 我深表抱歉 那么您是代替韩总承认韩家的确做过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韩总为什么不自己来说明一切 他是不是不想承认自己的罪责 关于这件事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这件事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跟我儿子没有任何关系 等他知道事情的时候 已经无法挽回了 这件事情呢 都是因为我护子心切 以为保护自己的儿子 是我全部的责任 但是我却忘了 对方也是别人的儿子 也有自己的父母 有自己的亲人 等我冷静下来 发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不敢面对他们的家人 更怕他们的家人 再闹出点什么事来 会再次影响我的儿子 所以事情才会闹成这样 我错了 错了就是错了 我不想做任何解释 任何的解释都是苍白了 我愿意接受 大家对我所有的指责 但是我保证 一定会追查真凶 另外我承诺 会保证 给受害者家属 终身补偿 我们这家酒店 不管是对于林小姐 还是这件事情 都一定会负责到底 绝不逃避 在这里 我还是要跟林小姐说一句 真的很对不起 好了好了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处理 果然 这才是我的可爱 你父亲那边 是你去劝的吧 我想以你父亲的性格 应该不会主动承认 虽然这次他把承认的重点 放在了对你的父子亲身上面 但是也还算好 总归来说没有逃避 所以你呢 你是怎么想的 对不起啊 可爱 你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想 你只欠灵州一个 当面的真诚的道歉 我知道的 我会的 这些愧疚在我心里面 一直压了很长的时间 也该我直接面对的时候了 不过你放心啊 我一定会将这样的影响 降到最低的 好 姐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对不起啊 姐 我对不起你 我更对不起林川 对不起 对不起能换回我弟弟的命吗 林川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当时 网友找人来救他 可是一切来不及了 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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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儿 川儿 起来点 川 川 川出啊 川 出来 川 川 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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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有人要杀我们 什么 谁 我不知道 他们把我们的车 撞到闲岸下面了 霓川还卡在车里面 你过来救我们 你先走 快离开哪 可是霓川哪 不管他 剩下的事就回来 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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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 我无数次地想 当初死的人 是我该多好 可而一切都改变不了了 我这次来 是想祈求您的原谅 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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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你在学校就学过吗 还不如一小丫头 那是他们运气好 有雕种小技 懂这吧 可爱 恭喜你 再过难关 快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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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doen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知道 夏雨昕 我不管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接近宋天明 不要再继续了 你会有危险的 刘儿 你是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夏雨昕 我知道 我知道你留在酒店是为了我 但是没有用的 我说了 我现在是没有寒家保护 你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 而且还有可能害了我 明白吗 到底有什么 你快告诉我 到底有什么 夏雨昕 我不知道 夏雨昕听我的吧 离开宋天明 离开我身边吧 开 不要再靠近我了 夏雨昕 求你了 夏雨昕 她触碰到我也会头疼呢 怎么会这样 你干什么 这个场景 似曾相识啊 少跟我废话 谁让你回来了 还敢来这样啊 我告诉你 郭宇 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回美国去 如果再出现在国内 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你 威胁我啊 赵清风 少跟我废话 我现在一无所有 我什么都不怕 不像你们 想要的越来越多 贪婪 欲望 远远不断 该害怕的是你们吧 不要以为从我手上拿走账本 就没事了 如果没有别的筹码 你们在我离开之前 杀人灭口怎么办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要的很简单 那 无非就是钱 这个恰恰是你们最不缺的 对吧 我劝你啊 赵清风 不要因小失大 你 如果你们不能够满足我的话 就算把我再送走 我也一样会再回来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现在必须立刻离开这样 我会派人送你回美国 钱 我分期打给你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就给我这么点钱 就想打发我了 宋主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你自己心里明白 是你到美国之后 不安分 吃喝玩了 全给花光了 现在又要来找我们要 谁会去田地那个无底洞 给你最基本的生活费 已经是宋主够宽厚的了 不管怎么样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那些 狗屁分期付款 别天真了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啊 我要PTV的股份 郭宇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 你以为就你们两个知道 PTV是宋天明的这事 别天真了 别天真了 我给你时间 你去跟宋天明商量 我先不找马可爱 但是我警告你 我的耐性是有限的 不要让我等太久了 还有 别跟我说话 我现在要看 你对我 你对我 有限的 你不能不停 你对我 我这会想想想要 我这会是 你也知道 皮铛市场 中国 不是 你这何必啊 这一天天呢 为民不正呢 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马可爱莫名其妙跟我说 让我离开宋天明 离开这安 你说 可是 他为什么让你这么做 我要是知道 我还问你啊 我觉得 这马可爱八成是 被那个韩元兵下了明慧药 他要是真喜欢你 真对你有感情 你就走啊 你得让他知道 失去是什么感觉 你真是站着说话 不要他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 你说你担心什么呀 担心 碰碰一大老爷嘛 男人就有男人的样子 你得让他懂得 什么叫做珍惜 喂 国远 好 我知道了 你小心点 等我消息 宋天兵那儿有消息了 也就是说 这个Пр电视剧 肯定是宋天明的 那我们接下来 就从P电视剧开始抓起 不是 按你这么说 之前P电视剧被吉亚收购 是宋天明一手操板的 然后趁那次危机 拿走马可爱 百分之二十五都不去 这个老混音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你的了 我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目标 你啊 接下来就是接近宋天明 骗取他的信任 听懂没 为什么我可以感知到夏雨昕了 那场车祸到底是意外 还是蓄意谋杀 之前我看到这些碎片画面 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是否可以阻止这一切 那如果我现在 想办法做一些什么去预防 那夏雨昕是不是有可能 幸免于难呢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离开宋天明身边 万一这是一个阴谋 那肯定与宋天明有关 如果夏雨昕 继续留在他身边的话 一定会遇到危险的 他能用什么密码呢 他能用什么密码呢 用什么密码呢 你以后 一定把你的密码都改成我生日 生日 还真是 果然 他的常用邮箱 关联了他很多银行卡交易 和手机交易 但我不能放过任何 有可能得知他动向 和往来信息的机会 你好 李记者是吗 是这样的 我希望 您能帮我调查一个人 然后我需要 您帮我找两个最好的保镖 对 希望你们可以一起保护他 他一旦有什么事情 随时跟我说 好 我现在马上把他的资料 发给你 谢谢 爸 我已经见过林州了 我就知道你忍不住 而且 这些年你给林家寄钱的事 我也都知道 我只是做了我认为该做的事情 爸 我已经同意林州 跟他一起回泰国了 我觉得可爱说得很对 该我们寒家承担责任的时候 我们应该承担 最近晚上 我们应该把林川的骨灰 带到他亲人身边 并为此事做出真诚的道歉 不行 你一旦回到泰国 遇到危险怎么办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林家的事跟你没有关系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怎么就没关系了 况且爸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日后 能够担心整个韩家吗 现在就是我 为韩家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我绝不会退缩的 你看 可爱他一个人 就担起了整个这样的责任 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爸 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够认真地 考虑下我的提议 想不到你能说出这些话了 像个男人 好 爸这回就听你了 等你安排好了一切 我跟你一块儿回泰国 那真太好了爸 谢谢您的理解啊 真没想到 马可爱对你的影响这么大 你为了她 去见了林家的人 又是为了她 决定负起责任的 这么说来 我还真有点佩服这个女孩了 爸 只要你放下你对她的偏见 你会发现 可爱她是一个特别有魅力 特别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好啊 只要你高兴 从前一直以为 恋爱会让男人愚蠢 也一直担心 袁斌陷得太深 会被女人利益 却想不到竟是我 把人想得过于复杂 肤浅了 说真的 开始时 我的确有点小看了马可爱 可这次看着她 一步步 一点点地挽救着父亲的酒店 这份毅力 这份心 的确值得袁斌付出感情 也好 至少通过这些事情 但是袁斌是真的成熟长大了 至少已经有了负担起整个韩家的心 叔叔今天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呢 其实也没什么 我听说你和袁斌又重新开始了 我十二分的支持 你知道我对袁斌一向以来都管得严 林川的事都是因为我当初爱此心切 才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我不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只希望你能体谅袁斌 林川的事呢 我也决定和袁斌一起 还有林州一起回泰国 按照他们的要求 该赔偿赔偿 该道歉道歉 我们韩家绝对没有二话 另外呢 我还想告诉你的是 只要你跟我们家袁斌在一起 我们韩家永远就是你们最坚强的后头 叔叔 这件事情如果能这么处理的话 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也很感谢叔叔 对我还有JR的支持 支持JR是我一向以来的承诺 这不 我本来打算留一笔钱给袁斌 可是现在袁斌 要跟我一块去回泰国 我就有了新的想法 叔叔不妨直说 我准备把原本要留给袁斌的那笔钱 留给你 留给我 我知道 你现在最大的困难 就是如何从宋天明手里 买来JR的那些股份 我相信这笔钱一定会帮到你了 那叔叔的条件是什么呢 一个赌注 赌注 赌袁斌的后半生 只要你对袁斌的后半生 只要你对袁斌的后半生 都没写到 那我说 他在这短片里的后半生 都没写到 那很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拒绝了韩叔叔一个特别诱人的条件 看来我还是随你 做不到在商业上 也不会拿感情做任何仇嘛 我知道我根本背负不起任何人的人生 我也给不了韩元彬任何承诺 她确实也帮了我很多 我也并不想要伤害她的感情 雨昕那边真的让我很疼她 我知道她是想暗中帮我 可是我真的 你知道吗 我在她身上 看到了很多我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爸 我真的很害怕她会出事情 更害怕她是因为我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想尽日和爸爸去组织 我一定要想尽日和爸爸去组织 这些世音乐呢 过去的数据 哈 我爱你 我爱她 甚至于不当书 我相信你 我爱你 你吃饭 我喜欢 我爱你 我爱我 我们之间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一般长途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提前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愿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一般长途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测散了 在谁剩下我一个 不舍得对着空气诉说 我爱像一般的这种 我爱像一般的这种